大家好,杨凤,今天2月22号 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 于上星期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 结束欧洲之行后 于昨日星期一抵达莫斯科 巧的是,拜登也在同一天上午8时 突然飞抵乌克兰首都基辅 这是从2022年欧战争爆发以来 拜登首次访问乌克兰 也是从1991年老布希总统访问基辅后 几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美国总统 拜登抵达基辅后和泽连斯基会晤 两人热情握手,拥抱 这是拜登在基辅的第一场政治动作 藉由这样的政治动作 向外界表达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 拜登并且承诺 增加对乌克兰的武器运送 他还誓言 将坚定不移地捍卫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五个小时后 拜登离开了基辅前往波兰访问 对于拜登突袭访问基辅 在时间点上有几个重要的现象 第一,刚刚说的 这是要显示美国支持乌克兰 并且藉由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呼吁美国的北约盟国继续支持乌克兰 第二,俄战争即将满一年 这是各方都重视的时间点 包括了俄罗斯 欧盟和中国大陆 中国方面 王毅已经来到了莫斯科 另外,据俄罗斯官方的消息 普京将于21日发表国情之文演讲 在这几天重要的日子 美国当然不会错过 因此,由拜登挑大两主演 抢在了普京的前头 也跟王毅抢时间 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成为美光灯聚焦之处 这就是拜登访问基辅的其中一个目的 所谓的苏人不苏政 这个场面 拜登一定会抢 另一方面 也不能够任由中俄两国在外交上主导的局势 尤其是 俄军正在大力猛攻 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已经出现了颓势 在外交气势上 美国不能够让外界觉得 俄罗斯已经得手了 也不能够让其他的国家觉得 王毅此刻前往莫斯科 中俄两国将主导战后的谈判局势 到目前为止 我们谈论的都是美国方面的可能考量 至于中方与俄罗斯 得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首先 外界盛传 俄罗斯会在2月24日 俄乌战争满一周年之际 拿下顿巴斯重镇巴赫默特 这个说法从去年10月下旬就开始传出来了 说俄罗斯即将拿下巴赫默特 一直说到今天 那巴赫默特仍然没有被俄罗斯完全占领 其实 不需要太过理会这个说法 去猜测什么时候 俄军会完全拿下巴赫默特 巴赫默特迟早会被俄军攻下 只是在时间点上 未必会如外界的预期 有几个原因 第一 战场上瞬息变化 尤其是哲联斯基坚持固守巴赫默特 不断地派军增援 第二 俄罗斯未必想要迅速拿下巴赫默特 这一点非常有争议 俄双方在巴赫默特打了好几个月 双方的伤亡都很大 因而巴赫默特就有了角落机的称号 我们的看法是 俄军围攻巴赫默特 这是继去年攻打马里乌波之后 第二个重大的攻城战 请参考我们在去年三月初的内容 普京铁了心要发战争财 中俄合计围城战 既然是围城战 而且俄军的火力是占优势的一方 怎么打 打多久就有俄军说了算 可以是围城打歼灭战 消灭乌军的有声战力 也可以是围点打员 泽连斯基不是不断地派遣援军到巴赫默特 想要守住巴赫默特吗 那么 只要乌克兰援军一到 俄军将以优势火力 歼灭乌克兰的援军 无论如何 只要俄军具备优势火力 怎么打 都是俄军说了算 美国与北约国家 对乌克兰的重型武器援助 还没来得及 完全运抵乌克兰 俄军就会始终占据火力优势 这种情形持续下去 对乌克兰很不利 对美国与北约也不利 如果北约无法解决乌军在巴赫默特 火力烈士的问题 非但乌克兰保不住巴赫默特 巴赫默特还会成为乌军的杀戮坟场 泽连斯基派往巴赫默特的增援部队 都会被俄军吐露 那么问题来了 泽连斯基不愿意从巴赫默特撤退 反而持续投入援军 到底是乌军被困 还是北约被困 还是美国被困呢 这就说不清楚了 据说 美国曾经要求泽连斯基从巴赫默特撤军 但泽连斯基不答应 不愿意放弃巴赫默特这个据点 可能有下列几个原因 一 乌克兰在巴赫默特这个据点经营许久 如果放弃了 就等于放弃整个顿巴斯地区 泽连斯基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所以 宁愿继续征兵 宁愿继续投入增援部队 也要守住巴赫默特 二 泽连斯基担心 从巴赫默特撤军 会造成战场局势的改观 他深怕美国与欧洲国家 因此觉得乌克兰败事已定 不愿意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三 如果放弃了巴赫默特 等于弃守顿巴斯地区 那么 是不是又会造成所有乌东四地都保不住呢 这会变成乌东四地整体失守 造成战场大势力的局面 如此 接下来的俄乌谈判 乌克兰将会完全失去谈判的筹码 总之 泽连斯基在巴赫默特说不起 一直想要等待美国与北约的新的军事援助到来 到最后的结果 可能是非但陪上了乌东四地 还得要赔上谈判的筹码 也连带把美国与欧洲的筹码给赔了进去 尽管美国还是掌握了坏权 美国在全球的新闻媒体力量还是很犀利 但新闻媒体上的优势 无法取代战场上的势力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拜登要急于赶赴基辅 给泽连斯基加油打气的原因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 乌军在战场上处于颓势 而且是严重的颓势 当然 乌军在战场上的颓势 不仅仅仅是在巴赫木特 其他地区也遭受俄军猛烈的攻击 巴赫木特只是其中的焦点而已 那么美国有解决的办法 能够挽救乌克兰在战场上的颓势吗? 美国与北约能够做的只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 尽快提供乌克兰进攻性的重武器 中远程攻击导弹 加上先进的战机 不过可能来不及了 提供这些武器需要时间 再加上各国的意愿不高 大家在那边开会讨论 互相放话 互相踢皮球 等到真要交付这些武器的时候 额春季大战恐怕已经结束了 或是即将结束 到了那时候 乌克兰大概早已经丢成失地 更何况 乌克兰军队也需要时间来学习使用这些武器 另外 俄罗斯还可以拦截北约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到时候 真正交付给乌军使用的数量 还需要打一些折扣 第二个方式 北约国家卷起袖子 亲自下场与俄罗斯征战 但 这就要冒着战争升级 冒着与俄罗斯大战的风险 更要冒着与俄罗斯核战争的风险 据美国Politico网站的报道 该网站 引用了挪威情报局2月14日的报告 俄罗斯北方舰队舰艇在出海的时候 携带了战术核导弹 这是冷战结束30年 首次携带核武器 不过 这个说法没有得到俄方的证实 只能是俄罗斯情报局以及媒体的报道 另外 普京在国情咨文讲话的时候宣布 将暂停核武器控制条约 据美方媒体的报道 普京还宣布将部署新的战略武器系统 并且宣称 莫斯科可能恢复核试验 这就显示了俄罗斯的决心 如果北约真的参战 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将打增 虽然 美国指责俄罗斯此举是向西方核讹诈 不过 由于美国于2018年宣布退出中岛条约 这也只是俄罗斯对美国退出中岛条约的反击罢了 既然美国能够单方面退出协议 俄罗斯为何不能呢? 美国与北约如果不打算提供乌克兰进攻型武器 不提供中远程导弹 又不派兵参战 乌克兰难以赢得战争 至于拜登与泽连斯基会晤后表示 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5亿美元的金额 只能说是辽备一格 无法改变战局 拜登以美国总统之尊 亲身前往基辅 为乌克兰打气加油 结果只带来了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像话吗? 这是象征意义 表演性质远大于实质效果 另外 有人说 拜登前往基辅是冒着危险全去 听说拜登来访的时候 基辅空行警报狂响了20分钟 看起来好像是 拜登是顶着战火的风险前去乌克兰 其实 这是美方与乌克兰把事情美化了 拜登前往基辅 必然在事前会跟莫斯科打招呼 江湖规矩 俄罗斯不会趁此机会 袭击拜登乘坐的交通工具 不论是火车还是飞机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于事后也证实了 美方事前曾经向俄罗斯 沟通拜登前往基辅的行程 既然如此 美方想要借此机会 打造拜登的强人形象 硬汉的作风 就一笑大方了 我们做一个结论 拜登前往基辅 表演意味十足 还带着一些抢新闻 别苗头的味道 而5亿美元 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 也不足以让欧洲国家 再大方的从腰包抛钱 从武器库拿出武器 然而春季大战已经开始 乌军在战场上陷入苦战 虽然拜登前往基辅 是不得不难 但政治表演 不能产生实质效应 舆论战优势 也改变不了战局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杨夫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